要講的就是兩說的衝突的地方 但是主要有三個部分可能會有衝突 一個是發回跟審 然後一個是再審 一個是非常上訴 好 那我們就先看一下那個案例 用案例的事實讓你比較能夠進入狀況 某案件經過台北地方法院判決免訴之後 然後呢提起上訴 某案件經台北地院判免訴之後上訴到高等法院 高院成審的盧法官認為原判決不當 然後就將這個原判決疑予以撤銷發回 沒有想到後來這個盧法官他就可能申請 就是從高院轉教地院 可能一些個人因素的考量 結果他就到地院以後呢 結果這個案子就又跑到他的手上 所以這個案子就像這樣 地院 在地院的時候他是判免訴 然後案件上訴到高院 然後一個成審的盧法官 然後他就認為說呢 這個案件很不妥 所以他做了一個決定 就把這個案件 撤銷並且殺回原判 後來呢這個盧法官 因為他個人因素的考量轉回 調回了 畢業一審 然後呢這個案子 不幸又分到他的身上 對此呢 對此呢 這個盧法官對於這個案件 他有沒有新陣形成員 有嗎 因為他就是認為不妥他才發回啊 所以他一定認為這個免訴 不OK嘛 對不對 所以就整個案件 就是已經 他在這邊已經形成了一個新陣 讓他回來這邊 又是同一個人 他不會說 當然 他有的時候有可能變分間別啦 可是 對於整個 捐證 他是已經判過啦 他也形成了新陣 所以我們會 就是說 保障被告的審職 就是 你讓他從高院回到地院 這對被告來講 其實沒有差 因為誠誠的法官 誒 怎麼又自民 所以呢 按照審職 審職說來講呢 盧法官參與的審判 是哪 是 高院的那一個 跟地院的這一個嗎 好 那對於地院的這個 這個判決盧 盧法官應不應該迴避 是否應該要迴避 那我們用起來的 用事實上去認定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 這個法官其實已經 就是有新任的行程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應該要以迴避嘛 好 所以 這一說的結論 就是拘束說 這名詞很難記 所以 你行有余再去記它就好了 但是你用想的 比較能夠就是理解 拘束說的考量就是說 這個盧法官 事實上已經審判過這個案件了 所以他對這個案子 已經有一定程度的新增 好 所以拘束說就認為應該要迴避 不管他參與的案件 到底是不是下跡審 好 可是呢 審級說的 學者就會認為說 之所以有迴避制度的設計 就是為了要審查公平的法院 讓他有完整的審級就義 所以為了保障他的審級利益 從審級利益的保障作為出發點 本案已經回到了地方法院 所以對被告來講 他的審級利益有沒有受到情號 沒有啊 因為他又回到一審了嘛 回到一審以後案件發回 回到一審 他從這邊出發 會有完整的三級三審的救濟 所以他的審級利益 並沒有受到侵害 好 所以他非下級審 刺思路法官就不需迴避 好 就沒有影響 還可以依法上訴自己救濟 好 所以他的審級利益並沒有影響 好 所以依照審級說呢 就不需迴避 好 那同樣的 再來我們來看再審 某案件呢 某案件經高等法院 然後呢 甲乙比三個法官組成合議庭 判決確定之後呢 提起再審 好 剛好這個再審呢 又是由甲來審理 那這個時候甲依否迴避 好 問題就是再審啊 他其實是一個特別的救濟程序 對於一個已經確定的判決 有事實上的違物 然後特別賦予他 予以特別救濟的一個管道 再審跟非常上訴都是 好 那依照審級說 我們就從審級利益去講 這時候甲參與的 並非下級審啊 對吧 就是原審 然後 今天就是有一個原審判決 他是甲乙比三個法官做出來的 然後這個案件 可能在二審確定吧 好 然後確定以後呢 他平時再審 那再審又是由甲來承審 那再審並不是整個通常救濟程序裡面 必經的訴訟救濟程序啊 好 所以呢 再審對原審來講 原審對再審來講 是不是下級審 不是啊 他不是一個必經的程序嘛 好 所以這個時候按照審級說呢 就會認為說 甲所參與的 不是下級審的 判決衰假 無需迴避 好 因為這個是特別注意程序嘛 好 跟審級利益的保護無關 好 那如果拘束說呢 就是你不需要認定 他認為說 甲事實上就是已經參與過 這個案件啊 好 那這個案件 為什麼可以提起再審呢 好 就是因為這個案件 在確定之後 仍然有事情上的違誤嘛 好才能夠亦法自己再審 那這個時候 就是如果再用 比如說 我們要提帶甲 去找出他自己案件的錯誤 這個本質上有提帶可能性嗎 就是已經這個案件確定 然後呢 我們就是發現這個確定的案件 本來應該就 這個案件就要結束了 可是因為他有一些事實上的違誤 或者是有新事實性證據的出現 然後可以亦法自己再審的時候 然後呢 你要說 由假法官 來認定他當時有 因爭奪而未爭奪的證據 本質上應該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了 好 所以 台語拘束說的學者就會認為說呢 雖然這是一個 特別救濟程序 可是他畢竟 實質上 還是有參與過這個審判 好 可能就是 違誤就是可能是他造成的 好 那這個時候如果假無需迴避 那這個救濟程序 就形成虛側嘛 好 你看喔 如果他認為這個在審有理由 他不就等於說要去推翻他過去自己所做的判決 是有問題的嗎 好 那 應該不會 法官會有這種道德危險啦 就是說你要讓他自己去糾正他自己做錯的地方 我覺得 有一點困難 好 所以我們賦予他一個特別的救濟程序 如果還讓這個法官無需迴避的時候 那這個救濟程序就有形同驅塞啦 好 所以這就是拘束所 那非常上述也一樣啊 就是那個邏輯的思考都是一樣的 好 所以其實 嗯 你看林玉雄老師的書啊 或是 嗯 在講迴避制度的時候 他會寫得很複雜 可是其實 你不要被那個名詞所 就是 綁架 綁架說 審集說 這些 其實都是學者後來冠上去的名字 為了方便自己 就 很多時候反而混淆大家的記憶 就是這種 嗯 有時候那個名詞 那個churn 你們沒有寫出來 其實沒有關係 可是那個邏輯也要出來 好 就是 比如說 嗯 你狹義的認為 前審必須限於下級審 這是一個思維嘛 那如果你實質去認定 前審 只要是前一次審 前一次的 客觀上前一次的審判 就應該要迴避 好 這兩說其實你可以想得出來啊 好 但是你不要去追溯 欸到底 嗯 下級審 限於下級審 那個到底是哪一說啊 好 如果那個名詞寫不出來 其實沒有關係 你只要把這個思維分兩說 把它奴列出來 基本上就可以拿到分數 好 像之後你學到那個非常上訴以後啊 就是會有論理效力啊 限時效力啊 到底哪一個效力有什麼被告啊 這個你常就是會搞不清楚啊 被那個學者的那些名詞所困擾 好 其實不必要啊 好 那第二個就是 申請迴避的 大概申請迴避的部分啊 室友啊 吃點啊 好 這些就是 你們回去自己看 應該是可以看得懂 就是一些程序上面的 規定 好 看過有一個印象 這樣子就好了 好 再來呢 法定法官原則 主要來講審判權跟管轄權的部分 好 那審判權